第二天是在马尔古福音的第十一章 第十二节到十九节 一大早耶稣就离开了伯德尼来到圣殿 他先越过橄榄山 他到了橄榄山顶的时候 他饿了 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早他就饿了 他不是住玛利亚跟玛德的家吗 那今天早上玛德跟玛利亚没有好好地准备耶稣的早餐吗 耶稣到了橄榄山顶 他看到了五花果树 非常的茂盛 椰子茂盛 耶稣就走过去 就想要看看这五花果树 有没有果子可以吃的 但是耶稣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 那时候不是五花果树 五花果的十节 耶稣神为一个当地的小孩 当地的孩子的人 他应该知道五花果树 什么时候结果的 但是他那一次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五花果树没有果子 他还要去看树上有没有果子 等于说这个五花果树就要死了 也是一样的一天耶稣真的是心情不好 他就开始骂人 在耶路撒冷做买卖的 做那个换钱的 买格子的 买动物的 他就把他们赶出去 甚至用鞭子打了他们 耶稣那一天 星期一或是第二天 在耶路撒冷心情非常的不好 但是他的心情不好 是因为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他把这些人赶出去呢 原因是一个 因为在耶路撒冷 在圣殿 他看不到这个圣殿 没有结果子 圣殿没有结果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跟五花果树 是一个平行的 五花果树没有结果子 所以被诅咒 耶稣来到圣殿 在圣殿工作的这些人 他们也没有争议 他们没有争议 所以耶稣就诅咒了圣殿 那我们说这个买卖的 这个是圣殿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们来到圣殿 在圣殿有祭坛 他们做祭宪 他们从北部应该带着他们的 积物来 带着他们的动物 但是万一在路上 他们经过了坟墓 这个积物是怎么样的 不解了就不解了 那如果他们在路上走路的 这些动物跌倒了 受伤了 那这个动物就不及格 不及格在耶路撒冷做祭宪 因为那个祭物的要求是 无常缺的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实际们 他们很聪明 因为在实际的那个圣殿的 圣殿的那个平台 有大概有五个足球场 并在一起这么大 所以实际们他们就想 哦 这一块我们养养 这一块我们养牛 这一块我们养鸽子 养鸽子 所以这些人他们来的时候 不需要带动物了 带钱 带钱 在圣殿可以买这些的祭物 但是很可惜 他们在外面所用的是什么钱呢 是罗马人的货币 所以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 罗马人的货币是 贝欧像的一个象征 因为有罗马人凯撒的头 还有字写的凯撒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 必须把外面所用的钱 换成圣殿里面的钱 才可以埋在圣殿里面的这些的祭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的钱进到圣殿里面 里面的钱保留在里面 买里面的动物 圣殿好像是一个银行一样 圣殿好像是银行 那这些人他们来 如果他们没有钱 这些穷人 没有钱 怎么办 这些使徒们会问他们 你们有多大的土地 把你们的土地当作抵押 先把这些动物拿来做鸡献 或是来付税 纳税 他们到什么时候可以换钱呢 他们的土地已经被没收了 这个就是使徒们 他们用这样的 看起来非常非常好的制度 但是他们透过这个的制度 来迫害他们自己的人民 所以耶稣就说了 这个圣殿就是贼窝 在圣殿里面住的就是 住的就是这些人 他们去迫害他们自己的人民 回来这里在圣殿里面 做敬拜天主 以为他们在外面做了这些坏事 做了这些恶事 回来这里得到天主的宽处 但是天主透过圣殿们讲了 我不需要你们的寄宪 我不需要你们的全方计 我不需要你们全让的歌声 我要的是正义 我要的是和平 但是在耶路撒冷找不到正义 找不到和平 因为这个没有结 正义与和平的过失 所以跟在甘南山上面 不花过失 没有结果是一样的 被诅咒了 圣殿到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星期一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天 祝福大家好好好的准备 请迎接耶稣基督的复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